振興三倍券到現在推出來之後 每天大家還對於這件事情 在拚命討論 因為最重要一點 就像蘇院長所講的 好用 好領 好刺激 現在好用嗎 好領 還不知道 因為沒辦法領到 要等到7月中心 但真的好刺激 因為大家每天都在討論說 這個東西怎麼到現在 一變再變 又再變 但是你注意 12年前 其實民進黨當時講出來的一些話 拿到12年後的現在 剛好可以用 是什麼 打臉他們自己 斯蒂哥 你剛剛真的讓我 滿有感觸 因為不知道是不是好領好用 但是知道好刺激 政府已經完全做得到 6月2號到今天6月4號 每天都好刺激 因為每天的講法都不一樣 是 沒錯 超刺激 我不知道明天會改成 什麼樣的講法 但更刺激也就是 因為12年前民進黨 根本完全不是這樣告訴我們 你們看 這是2008年11月19號 蔡英文 蔡英文總統 當年12年年蔡英文總統 他講什麼 民進黨當初在一天說退稅就平 所以提振全民消費方式 直接退稅 用現金補貼弱勢 雙軌制度 他當時主張直接補貼用現金 然後你現在用消費券 行政成本高 決策到執勤的作業時間長 更有必須防衛的問題 這些問題現在不是正義券 馬上全部都有 好厲害 12年前他都知道了 所以我們蔡英文總統 是個預言家 沒錯 他早了一天12年前 一定會發生這樣 12年後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事 然後容易產生 以券變現的亂象 現在是不是也有可能 已經在預演室了 那為什麼不該採 退稅跟補貼弱勢 直接給民眾現金 更加快速有效 你看蔡英文總統 你12年前都在叮蘇院長 實在太惡劣了 本黨強烈反對 限制消費券使用場所 我們現在是不是也在 限制使用場所 是 不是完全一樣嗎 所以12年前的這份 這個FB發的文 剛好可以用到現在 我跟你講這叫超時空打臉 不是打的是蔡英文 還是蘇貞昌我們就不知道 而且你知道 當時不是只有蔡英文這樣講 民進黨幾乎每個人都這樣說 基層不管是任何一個 就希望大部分都是希望現金 在我們評論文言 大部分都希望現金 直接退現金給民眾 並沒有包括其他4000億的舉債 只有規模829億的現金發放 這樣子的話一個人會3600塊錢以上 我們粗估會達到3800左右 省掉消費券的印刷的費用 跟派送的費用 而直接讓人民可以拿到現金 如果有一半真的用在消費的話 就黑米豆腐了啦 我們認為用消費券的方式 是多此一局製造麻煩 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不應該是這樣做事的 應該是有整套的規劃 而不是放一個政策出來 測試大家的反應 然後再回去修修補補 消費券在過去在日本有失敗的經驗 那是不是適合我們這個社會來使用 也是一個問題 在1月執行 那個是不是最好的時間點 那麼相關的配道跟經濟情勢 是不是適合這個消費券 作為一個點火的作用 那麼都是一個 都是值得問的問題 我們的政府是先決定要有消費券 然後再想後面的問題 這種急性勢的決策 我們是覺得是蠻擔心的 弟哥你看到沒有 有現任總統 副總統 台南市長 屏東縣長 全部跳出來講話 但是我對當年的葉宜金委員 講的話我最有感 不是一個政策挑出來 就每天蕭蕭補補這樣搞東搞西了 你現在不是正在幹這件事 那葉宜金很厲害 12年紀錄的話現在有用盪 我跟你講他每一個人都是先知 早就知道12年後 一定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必須講 有一個人就很不應該了 誰 苦林大哥非常不應該 苦林大哥今天跳出來罵 他說給你錢 你們還不爽 那現在是要怎樣 當年是不是給你錢 所有人都不爽 民進黨沒有一個人爽 蔡英文總統也不爽 苦林大哥你在罵蔡英文總統嗎 你這樣做對嗎 所以我覺得真的不要 因為時空轉換一下 什麼事情都完全變都不一樣 你們會不會太誇張 我覺得拜託 你們既然當年自己都知道 要發現金最快 最有效率 也不用行政程序最省錢 效率最高那就趕快發 你等那麼久幹什麼 你們在那邊搞那麼多 奇怪的東西幹嘛 然後連他的措施 也被蕭基會打臉 蕭基會說什麼 你這個東西不可以這樣做 你不可以不退人家錢 為什麼 因為你要依照 禮券定型化契約相關規範 到時候沒有用完的話 面額剩1000元以上 你要退1000塊 小於1000塊 多少錢你就要退多少錢 你就要全部退現金給人家 你知道 今天苦林大哥 又有一個讓我很驚訝的地方 他居然說 你如果沒錢的話 沒關係去找人家借1000塊 到時候還他1000塊 那個振興券就好 你神經病嗎 這話不宜這樣說吧 我借1000塊先禮給你 結果你還我1000塊振興券 你知道那1000塊振興券 我不能把它存起來 我要拿出去用 你不去用就變廢紙 就變成我要多花1000塊 你到底搞不搞清楚 現金跟振興券 是根本不一樣的東西 但我們行政院非常厲害 我們行政院馬來跳出來 直接講說 你消去會講得不對 他說什麼 三倍券是民眾消費1000 政府加碼2000 就像去百萬公司買禮券 滿千送百 多送的禮券要限制使用期限 沒問題 民眾可以不買 但不能主張1000元要退3000元 也不能含有自己的1000元 就要求退1000元 另外券商和寫明規則 購買商品後不得退貨 我跟你講 行政院的解釋 行政院 第一個 你現在在告訴我什麼意思 你政府是強盜嗎 因為一般的民間業者 他要按照這個規定 因為我是政府 我就不用按照規定來 我告訴你怎麼做 就怎麼做都可以 你再告訴我這個意思嗎 你是在告訴我這件事 我可以不守規則 規則是我定的 是這樣的嗎 另外你說券商有寫明規則 好 你券商寫明規則對不對 那你本來券商寫明規則 不是不能夠找零嗎 現在你不是說又可以找零了嗎 規則根本就是 根本沒用了 你寫了一樣可以改 你隨時都在改 所以你寫的規則有什麼意義呢 不要再自己打自己的臉好不好 這樣會很痛 這樣長得像豬不太好看 那我也跟你講 現在網路上已經出現蜂巢了 網路社團出現收購文 什麼收購 真心收購 真心券一分兩千 等於你用一千塊 取得兩千塊的現金 等於你賺一千塊 以台中變價為主 還有量大破五萬 我去找你 這個人要幹嘛 你要這麼大量 你到底要幹嘛 你是要買車嗎 還要買什麼東西 還要買房子 我不曉得 但是 可是這是個無本生意 是 有人在想說 這個是不是 他是不是要洗錢還是幹嘛 當然我希望相關單位 你們是要去調查一下 有這麼大量 這到底在做什麼 這也就是以前的蔡主席 現在的蔡總統 在臉書上所說的套利 可是問題是蘇貞昌院長 你跟我們保證的 不會出現這種亂象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出現 你還沒有開始 就已經出現了 12年前 現在在執政的這些人 當時可是在在野 當時馬英九那時候 也是因為2008金融風暴的關係 推出了消費券 但這些人現在在檯面上高位的 他們都講出了一番話 可是12年後的現在 他們那些話 現在仁俊 好像可以對應在 他們現在執政上 事實上這兩天 在網路上最被流傳的 就是我手上的這一張 因為這個之前民進黨 目前是總統蔡英文 他說2008年的時候 他當所謂的 民進黨黨主席的時候 針對馬英九發消費券的時候 他有一些質疑 認為說這個時間拖太久 還有應該發現金 應該要用減稅的方式什麼的 結果這個東西 因為在網路上被討論很多 大家就覺得說 總統是不是現在 你又突然政策變得 要跟當年的馬英九差不多 你是不是打臉自己 結果民進黨今天下午的時候 就趕快發了一個記者會 然後就強調說 其實總統並沒有打臉自己 還說他沒有跨時空打臉 但是這個記者會 我也老實講 民進黨現在他當然一定會 捍衛自己的政策 不然的話 他現在如果說總統打臉自己 不是白玩了 可是這裡面有一些字眼 其實我其實看了之後 我相信觀眾朋友 一定也會心有戚戚焉 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他在這個地方 他就提到了說 民進黨確實有看到了 為什麼這時候要發 是因為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因為發生了大規模失業 跟減班休息 但旁邊還要刮呼一下說 人數尚且控制中 我老實講 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我其實不太知道 為什麼要特別這樣強調 因為對於台灣民眾來講 確實是有人因為這一波的 這個疫情裡面 他被減班 然後也失業 所以這些人是沒有收入的 也因為政府 你不就是因為有看到這一些 所以之前才有什麼 要辦一次紓困1.0 2.0 這個方案嗎 可是你現在告訴大家 人數尚且在控制中 我就不太懂 什麼叫做可以控制中 你還記得這個券最早是什麼嗎 酷碰券 叫做 不是 我跟你講 酷碰券還是Part 2的 還Part 2 前面有一個叫做什麼 叫做振興抵用券 後來才換成叫酷碰券 酷碰券完了 第三代叫做振興券 第四代叫做三倍振興券 振興三倍券 你看搞到我們都亂掉了 而且就算你已經 名稱已經有第四代了 你還不是今天就可以用 你還要等到7月15之後才有 你就可以發現到 為什麼大家會討論蔡英文 那個時候所講的這些話 事實上在完完全全 就是現在民間在反應的 你告訴大家講說 那個時候馬英九一開始的時候 要什麼擴大景氣 什麼方案 結果你看他這邊批評說 你延宕了這麼久 延宕完了之後 事實上你政策又打轉彎 已經錯失了這個所謂黃金時機 請問從我們第一代的 叫振興抵用券到現在為止 討論多久了 討論最少也有兩三個月了 你到今天為止 你也什麼東西都還沒有拿出來 更不要講說行政部門 在這兩天裡面 經濟部還生氣你知道嗎 經濟部今天下午又發新聞稿講說 你們記者講說什麼 他們政策大轉彎 對於電商平台認定的這個部分 他們內部一線分解 還講說沒有這種事情 他們只是讓這個什麼 文化部跟教育部去作為認定 可是事實上就是 你就是完完全全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而且能不能找靈的這件事情 你們官員自己都講說沒關係 反正你們要找就找 我請問你怎麼知道 有多少人會用電子支付 你怎麼知道會有多少人 去郵局實體換券 所以你之前實體券 你是不是也是要印 你如果今天 我說我所有人通常都發券 我是不是可以控制著說 我大概印多少張我就知道 可是在你不能夠控制大家 你多少人要去換券的狀況之下 你的券要不要印好放著 到最後這些 然後不是成本 如果沒人來 你要大概用電子支付去 難道你說今天來的時候 來領一個我印一張 不可能 所以你在成本管控的部分 你就發現到大家其實很理性 也就是你願意發錢給大家 對不起 我還真的要再講一次 真的不是發 因為我是要拿1000塊去跟他買 不是你平白無故 就進到我的帳戶裡面 這不是你進戶發給我 是我要去買這個券 結果你今天講說 我省下很多的成本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你今天把這個券丟到郵局去 叫郵局去賣 郵局要不要找人 要 這都是郵局他的成長 不然郵政公會為什麼跳出來 他的付照量會加很多 對 郵政公會跳出來 他說我們也有分流 我們也有擔心 結果今天有人就建議講說 是不是單雙要分流 如果單雙又要分流的話 不好意思 單號的 草造實名制的狀況一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好意思 為什麼我要晚一天領 為什麼要分流 一定民眾會有意見 我可以早一天用 我就可以早一天用 為什麼要晚一天 我假放一天 我有生日是不是 今天所有的質疑 其實都希望政府好 你現在民眾拿到意 你怎麼說好用好領 你今天自己好用好領 都講得很心虛你知道嗎 因為你要怎麼領好 你說我都很方便 我就講你怎麼知道實體券 會有多少人理 你怎麼知道有多少人 要用電子支付 更不要講說電子支付那個平台 你到底要怎麼換算 你們在這些東西 都講不清楚的時候 難道你要用接下來40天 每天在哪裡改嗎 每天在那邊今天有人罵一個 我就更正一個 或者我就私下找一個人放話 講說沒關係 沒關係 反正政策歸政策 下面對策歸對策 你想怎麼走 反正我政府也管不著 這樣其實就沒有任何的意義 我們公務人員那麼多人 說真的我集有公務員的朋友 他們就講 他說我明天到晚也被人家問 我們也講不清楚到底要怎樣 為什麼我今天講了 明天會變成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看一個卷 一個希望讓大家給振興經濟 我認為這個出發點都好意 沒有人認為政府說 今天你在胡搞瞎搞 可是就在於是 你如何把你的好意跟善意 變為民眾讓民眾可以滿意 如果這一段你轉換不過來 連你民進黨的人 自己都在質疑了 連民進黨都講說不要再振這麼多 你搶到壞人家就好了 那問題到底是出在人民的身上 還是出在政府部門的身上